好,我今晚想說的是,當我們激勵自己和激勵人,去跟從神的時候 用的方式最好是用恩典推動 在聖經裡面說到,因為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所以我們想一人忌,一人忌,眾人死,眾人都死了 就是說,神的愛激勵我們 因為聖經裡面對基督徒的要求都有很多東西 如果我們用一個律法的角度去看,就會覺得很多要做 很多壓力,很多要做的事 所以有人說,我未信耶穌有很多壓力 所以耶穌還要祈禱,又要看聖經,又要處理生命,又要不要犯罪,回教會 就覺得好像很多額外的工作 所以當我們幫自己,或是幫別人,去更加跟從神的時候 如果就是說,你現在想耶穌,你開始要祈禱了,看聖經了 你要做什麼,做什麼的時候 他就經常聽到,就是說,我要做什麼,要做什麼 或者我們自己跟自己說,我信耶穌,我要做什麼 那時候就變成,全部都是要做 就變成是屬於律法的範圍來的 但是,而且有個聖經說,我們要做 但是,怎樣的方法推動呢 那我今晚想說,就是怎樣的方法去推動 那譬如說,祈禱的嗎? 那我待會給大家一些練習的 就是,很簡單,給大家看到怎樣去激勵人祈禱 那如果你說,你… 即我們告訴別人你要祈禱,怎樣祈禱 這個不是錯的 但是這樣的時候,他收到的信息就是,我要祈禱 但是,如果他收到的信息就是,神其實是很想和我們有親密關係 神經常看著我們,祈禱經常想念我們的 在以賽書四十九章十五節那裡說到 他呢,婦人因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不練習他所生的兒子 即是,唯有忘記,我都不會忘記你 那麼,神經常掛著我們 同時,神經常有很多福氣,是賜給我們的 在《施經》一百三十九篇十六十七節那裡說到 即是,神呀,我神未定的日子,上面到一天 神已經寫到你的插償了 神呀,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 即是,神定了一個計劃,祝福我們 祂的意念是很寶貴,很多很多的意念 即是,祂不斷發出意念 即是,神又想念我們,又發出很多好的意念 祂又在我們門外叩門,耶穌在我們門外叩門 很想在我們裡面居住,掌管我們的生命,祝福我們的生命 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告訴別人 神其實有很多的恩典,因為神掌握一切的恩典 祂很多的英許都會告訴我們,神的恩典是會救我們用的 祂說,主的恩典是救我們用的 另外,聖經譬如說,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這一切加給我們 神會加給我們,即是,祂有這個權定,這一切的恩典給我們 而神是有一切的恩典,祂又看著我們,又陪著我們 所以當我們一祈禱,神的恩典就淋淋走下去了 所以我們祈禱的時候,馬上覺得平安、興省 就是神在服侍著我們,神在服侍著我們 神立刻就來跟我們一起,讓我們有平安、興省、喜樂、力量 並且能夠祝福別人 所以當我們祈禱的時候,其實是在拿著恩典的時候 首先我們自己得力,自己的煩惱放下 然後我們又可以幫助的人 譬如說,我們今天,我們都委過很多人祈禱 我們看著它很大的改善 其實我們有三,其實不止的 起初的時候,這裡外面有兩個是需要釋放 後來有一個,一、一、二、三 然後裡面有兩個,即五個人是在做釋放的 而每一個都是在改善著的 有些是很大的壓力,它有邪靈的彰顯 但是呢,騎了肚子之後,整個人都鬆了 就是很明顯的 一個就是,它呢,頸總是要歪向一邊 就是一邊站著,頸好像有種力,拉它歪向一邊 另一個就是不斷地,不斷地吐 另一個就是,一看著它眼的時候 說起來,它的眼就不斷斬,不斷斬,開不了眼 它的眼是一邊斬的 裡面就兩個人又喊,總之被邪靈的捆綁 或者甚至是邪靈講話 似乎都是很嚴重的情況 但是呢,我們看到祈禱,哇 真是很大的因料,很大的能力 它們都覺得很好,即是立刻鬆了 即是看到,原來呢,我們想祈禱 你沒有祈禱,祈禱多少,你要做多少 那就覺得是一種責任 但是當我們想到,當我們祈禱的時候 立刻整個人鬆了,整個人有力量 並且呢,那些重膽得釋放 又可以有喜樂,今天也有些人經歷喜樂的 這樣的時候呢,我們激勵人祈禱就會很不同了 怎樣說法呢? 就是說,神有很多恩典給你,即是準備給你 神又看著你,又關心著你,很想祝福你 當你一呼求耶穌,一親的耶穌 尤其當你愛耶穌,神更加歡喜 因為呢,聖經也講到,詩博教的一篇 講到,因為祂專心愛我神 就要搭救祂,將祂放在高處 叫祂成為尊貴,即是神呢 見到人愛祂,是很歡喜的 即是我們跟神相憐,神是很歡喜的 那時候呢,我們對於祈禱有一個新的體驗 就是,祈禱就是一個得福的時候 得力的時候,是一個喜樂的時候 而生命提升的時候,可以祝福人的 譬如我們中間有些有煩惱,有困難的 工作上,或者家庭,或者個人有些困難的 那我們每一次祈禱就有力量了 所以呢,當我們鼓勵人祈禱的時候 就說,你有些困難,但耶穌是很想幫你的 你越親近神,你越倚靠神 神一步步就祝福你了 那我剛剛所說,就是鼓勵人祈禱 那一會兒我會給大家,就有些時間 就試一下,用類似的方法去講給別人 鼓勵人去祈禱,用恩典來鼓勵 好了,然後另外呢,講另一點 就是說,去倚靠神 有些人就會這樣覺得 倚靠神,我又看不到祂,我怎樣倚靠祂呢 是否祂可靠呢,是否一定會做祂應祉做的事呢 有時候人就會懷疑的 我們看看對象是甚麼人 譬如,那些對象是對神不太大信心的 我們就可以告訴他們 神真的很討厭 譬如,在我時報我發覺,聖靈是非常可靠 為甚麼可靠呢? 因為當我每一次用心靈愛護神 那些人基本上是99% 即刻經歷聖靈的 即時他們就會感受到神的能力 平安、輕散 即是我覺得聖靈很可靠 祂不會縮沙 祂不會不理我們 即是說祂答應了做,祂一定做 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人答應了你,跟著就沒有做的呢? 答應了跟你一起去哪裏,做甚麼事 答應了你,祂會做些甚麼 但祂又縮沙 但神答應了祂一定做 所以,從我的經驗來 這個也是根據聖經的 聖經講到,我們忠然失信 神仍然是可信的 因為祂不能背負自己 即是祂說祂不能夠違背自己 神的質素 就是祂永遠不能夠違背祂祂的應許 祂所說的話 所以,我們每一次去親近神 我們都能夠很肯定 祂一定根據祂的應許去做 譬如,射罪 我們有犯罪 聖經說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必要射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我們認罪,祂一定射免的 是一定的,因為祂是信實的 是可靠的,是公義的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知道 每一次認罪 雖然我們的內心覺得不舒服 犯得罪 但是,神一定射免 我們就告訴自己 神一定射免的 我們就觸實這個應許 我們就會知道神是可靠 從這些經驗 我們看到神是可靠 我們祈禱神隨時來到 所以是可靠的 還有我們可能經歷過經濟的困難 但是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神又供應我們的需要 或者在危險的時候 神真是保守 我自己經歷過很多危險 但是神真是保守的 我真的看到神是照著祂的應去做 所以呢 所以當我們信靠神的時候 我們知道一件事 祂一定照著祂的應去做 先求神的國 和祂的義 這一切交給我們 祂真是會做的 我都經歷過經濟的困難 但是神呢 每一次都供應 但是那個供應 有時候未必好像我們想的 有時候我們想的 就是長時間 最好一次過 告訴我 以後我的錢怎麼來 那我們就很簡單 但是我曾經以前 不是在香港的時候 那時候我經歷了聖靈 那我就很想建立時逢 但是那個地方是困難的 但是呢 神就一次一次開路 祂每一次開路 是幾個月 一年 兩年 每次都一段時間 到那個時間 完結之前 我也要問神 神下一段時間怎樣 但是到時都好 神又開路了 然後呢 一步一步 神就這樣供應我需要 神真是供應 但是這個時候 就被我學到去倚靠神了 就是發覺神真是可靠 到時都後 其中一次很特別的 就是 在當時來說 都是經濟困難的時候 有一次就見到 陳仲暉牧師 陳仲暉牧師 大家都知道 是愛修員的創辦人 我已經認識他很多年了 看到他的時候 大家聊天 我又跟他分享 其實那個過程很特別的 就是有個牧師跟我說 他說 有人請他的營 訊息說兩次 他說 我沒有空說兩次 我只是有空去一次 不如你跟我去另一次 我就跟他去另一次 又去到那個牧師說 其實我沒有請他來兩次 另外一次他只是來參加 但是那次我就來了 參加了他 但是他說 既然你來到 我給機會你說 結果給我機會說 而同時說 我就是陳仲暉牧師 講完之後 我跟陳仲暉牧師聊天 我告訴你 我經歷聖靈 然後 我又告訴他情況 我現在回到這個地方 我現在都在找師父的崗位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就拿下我的電話 走了 然後呢 過了一個 過了 到明天 就是明天 明天我就收到一個牧師的電話 那個牧師告訴我 陳牧師告訴我 說 我需要找一個師父崗位 他說 他就想找一個聖靈充滿的牧師 在他教會裡面領導 結果呢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 不是安排定的 就是 一個牧師搞烏龍 以為他兩次去港道 他給我一次 結果那一次我就去到 剛剛就是陳仲暉牧師 而另一個牧師是做什麼呢 他本身是律師 他又做牧師 他是part time牧師 他又是律師 那這個part time牧師 他就需要找一個牧師幫他忙 剛剛看到陳仲暉牧師 他就幫完陳仲暉牧師 然後陳仲暉牧師就問他 他說 有什麼可以幫你 他說 有啊 我想找一個牧師 他說我剛剛今天見到一個 他說 他24年的時候 他正在找師父 然後他就 告訴他 他就打給我 就是說 神可以做一些這麼奇妙的工作 神真的很可靠 所以我們告訴別人 依靠神 就不要說 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煩惱 你不要經常想起困難 你這樣子 沒用的 這樣的時候 只是叫人不要做什麼 叫人做什麼 而我們用恩典推動 就是說 聖約應許 神一定照著他應許做的 他答應了一定做的 我們雖然失信 神都是依然可信的 他必然照著他應許做的 我們灰改 聖經說 他就懈念我們的罪 他真的懈念我們的罪 他說 我們祈禱可以激利平安 興省 喜樂 安慰 很多人 他的心靈得醫治 重擔得釋放 勞苦丹重擔的 來到他那裏 得釋放 這是我們常見的 真的很多人 勞苦丹重擔得釋放 他叫那些 親近他的人 是睡得香甜的 真的很多人 親近神 真的睡得香甜 所以我們看到神是可靠的 在世上每一個人 他每次都不甩 可能有些人都頗不甩 也頗可靠 真的有些事情 你交給他做 他一定做得很好 的確在世上 有些人是很可靠 有些人是很不可靠 怎樣很不可靠呢 你約了他幾個鐘 他見到他 可能他遲了大盜 忘記了 又不跟你道歉 我不是要他道歉 不過他好像沒有一件事 好像失了鐘 沒有一件事 有些人是這樣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 有些人是想做 就是做不到 但是神是永遠 都一定做他所答應做的事 所以我們就可以放心 依靠他 這一段講到 怎樣依靠神 即是鼓勵人依靠神 我剛剛所講的 不要單是說你要依靠神 你不要不依靠神 你不要那麼煩 你不要那麼扯著 好像經常都歪著困難 而是說 多一點用恩典 神真的答應了一定做的 這樣 好了 譬如 聖經 古代人看聖經 這件事很多基督徒都怕的 因為看聖經 曾經有個基督徒跟我這樣說 說得很坦白 他說我上學都不喜歡讀書 他考試是不讀書 不過他每次都考到 OK 因為他聽書 他聽了但他回去不看 只要聽了幾多 他回答幾多 他都考到 這樣 這個人 他說 我讀書都不喜歡 我上學的時候 都不喜歡讀書 現在信耶穌還叫我看聖經 他就很不喜歡 的而且很多人對於看聖經 又不是那麼有好感 我們鼓勵人看聖經 怎樣呢 用恩典 譬如我們用一個例子 如果有一個人 他很想移民去某個國家 然後呢 他申請 當你申請過程的時候 有時候等很久 他可能收到第一封信 我們收到你的封信了 你等了 那你可能就等了 等到什麼時候呢 不知道 然後等到某個時候 他開始說 現在排到你了 你可以開始這個過程了 當一個人收到這個信的時候 我相信他很開心 如果一個人想移民的時候 又後來呢 就說 你這個interview成功了 你去下一步 然後最後一步 去宣誓了 我相信這個人一定很開心的 那就是說 當他收到這封信 你可以幾時幾日去哪裡宣誓 他真的抓住這封信 這封信真的很寶貴 因為這封信 是給他一個英許 他宣誓了 他就可以成為這個國家的國民 我們的聖經就是這樣 我們的聖經就是這麼多的英許 他真的答應了他的神一定做 其實大家如果留意我講到 還有我經常祈禱親近的神 我都經常抓住神的英許 我沒有抓住他的英許 因為他講到給我們聽 他經常想念我們 掛念我們 他真的想念我們 他在我們前後還要我們 真的還要我們 當我們親近神 他就必定親近我們 一祈禱他就馬上來 所以我對神是很放心的 這個信心其實我也是 經過時間的考驗的 譬如當我經濟有困難的時候 神啊 你會不會幫助會慢呢 但我馬上用聖經告訴自己 真是神是答應了一定做的 這個過程都是一個掙扎 其實有一個牧師提醒我 他說 因為我以往做牧師 由我開始做牧師 到經歷聖靈之後的一段時間 我的人工是全部穩定的 因為在我侍奉的中派 當我入了侍奉的崗位 這個教會請我 他就每個月 一定有一個人工 有一個支票 就會給我 總之在不同的國家 侍奉的時候 回到香港也是一樣的 每個月總是有人工的 所以當時我不是很需要 很依靠神 因為那些錢一定會自動來的 但是當我在經濟困難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牧師就這樣跟我說 他說 如果你沒有試過在經濟困難依靠神 你不懂得教人怎麼依靠神 因為每個月的錢自動來 是不需要依靠神 自動的錢就會來的 但是在那時候 在我經濟困難的時候 我就依靠他 我真的發覺神 他答應了先求神的國 因為我經常都說 神是我要做了你想我做的事 我真的願意毀身去做你想我做的事 我毀身的時候 我發覺神真的是一件事 供應和開路的 其實很多事情都供應和開路 和祝福的 其中一件事我很特別得幫助的 大家經常聽我說恩典 經常聽我說恩典 這件事哪裡來的呢 是路德會來的 在路德會讀神學 講到分辨律法與福音 為何這個恩典來來呢 神的供應很特別的 當我認識第一個太太的時候 神就真的感動我 是真的被他吸引 這件事呢 其實按照外面來看 不是有什麼愛在的原因 是神的安排 而後來呢 總之呢 因為他的緣故 我就跟他的姐姐 就有聯繫 他姐姐也幫助我讀神學 而他姐姐就在路德會裏面侍奉的 就不是在香港的 而路德會當時就有一個外國的牧師 這個牧師呢 他就很體重神的恩典的 那麼他呢 也都解給我聽 關於路德會的信仰 那麼我初頭也是不說服 但是我後來 我越聽了 我就越覺得好 那麼我就去了路德會神文院 我就發覺那件事 他就會時時都講到恩典 即強調這個恩典 那麼當我一看那個恩典的時候 我就越開心 越感動 我就發覺原來就透過我太太 第一個太太 就是她現在昔奴歸主 透過第一個太太 神就安排讓我能夠明白這個恩典 律法與福音 然後呢 但是其實當我經歷四年之後 就將這個恩典更加發揚光大 因為我經歷到神的愛 所以我很感受神的愛 所以我講真信息 其實我未經歷四年之前 我都有講這個十二年月流的婦人 耶穌就跟我說 女兒放心 你的信教要你 耶穌多親切 是我以前未曾經歷四年充滿之前的 所以當我經歷四年充滿 哇 神的愛真的來到 我還記得有個牧師 有一次跟我說 關於有個姊妹 怎樣經歷神的愛 她說她在一個聖靈的聚會 她經歷聖靈 一祈禱 她整個躺在地上 很軟很舒服 然後她看到 耶穌過來跟她梳頭 對於很多人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但對於她來說是很特別的意義 因為原來她媽媽 小時候她叫媽媽 媽媽你幫我梳頭 但她媽媽大部分都不肯 都是說太忙 她很想她媽媽跟她梳頭 她小朋友是很喜歡這件事的 而在這一次她經歷聖靈的時候 耶穌過去跟她梳頭 耶穌你怎知道我很想有這件事呢 而耶穌跟她梳頭的時候 她真的感覺到被安慰、被接納、被愛 所以當我又經歷到神的愛 我又聽到別人的見證 我又為人祈禱 看到別人怎樣經歷神的愛 我真的覺得 哇 神啊原來你的恩典大了這麼厲害 所以我呢 就很喜歡神的恩典 我就呢 時時都會講到神的恩典 而我越講越明白 我就越喜歡神的恩典 我就越覺得 我們個都是蒙福的人 那我想說就是說 原來就是這個 當我看聖經語 我越發覺 聖經講到 誰能使我們要基督的愛隔著 很多人看的經歷沒有什麼感覺的 但我現在看就是神的愛 根本是貼實 現在貼實 你用你的手放在你身上 貼實 貼實在我身上 現在貼實我 就是真的相信祂貼實你 祂的愛貼實你 沒有東西能夠隔開 你找我鑊鑊鑊鑊不出來 神的愛就是這麼真 當我們這樣看聖經的時候 我真的看到很多 譬如我不擔心經濟 因為聖經說 先求神的國 跟祂的一切 交給我們 我知道神會 我們會經歷神 因為聖經說了 祂會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祂會來到 將勞苦擔重擔的人 叫我們得到安息 祂會將平安賜給我們 祂會將神的愛 在我們心裡 這些是神答應了 我就祝神 而我祝神的時候 我發覺我一用 祈禱真的會看著 人經歷感動 在我聖經祈禱的時候 我看到兩個人 是被感動 看到神的愛很真實 來到我們身上 而在網上 Facebook 和Youtube都有 有一個姐妹分享的時候 她一邊分享 其實當她經歷的時候 整個眼睛都紅了 但我一邊祈禱 我沒辦法拿到機器過來 後來祈禱後 我請她分享的時候 她依然在流眼淚 她很感動 我又很感謝神 神將神的愛放在我身上 我為人祈禱 真的有很多人 經歷了神的愛 我覺得神真的答應了她 她一定做的 所以我們越觸實 神的英訊 神的話語 我們就越有信心了 所以看聖經 看的時候 不要只看 看它的內容 譬如說 求你使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 你在看的時候 你的愛就在那裡了 求你叫我早早飽得你的慈 或者吃飽了你的愛 好叫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好開心 紮紮跳 輕輕鬆鬆地做人 說你想要開心 有神的愛就可以開心 這樣的時候 我們看聖經 其實有很多金句 可以找一個highlighter 找一支筆 在下針錄了 錄了 從你看看的時候 記得趨勢 因為有什麼困難 立刻想回 並且很特別 神會用他的話語 很奇妙 就是聖靈透過神的話語 跟我們說話 有時候我幫人 忽然會彈他金句 有時候我講信 神會彈他金句給我 這個都是神的話語 真是安定在天 神的話語給蜜金甜 且給風防下滴的蜜金甜 你吃過蜜糖的時候 真的很好吃 你吃蜜瓜 菠蘿 不同的三果的時候 都有其種香味 是神的話語 和神的同在的香 那種香味是很特別的 我還記得我經歷聖靈那天 當我報道家為我按手 神的愛湧流在我裏面 我感動到不如在哭 我躺在地上的時候 整個人都軟了 我聞到一種香味 很特別的香味 我覺得是天堂的香味 我真是想說 神答應究竟定做 所以當我們越有神的話語 越觸實 我們就越有信心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都告訴別人 你相信耶穌已經 賜給我們全面 證靈石和蜜子 已經踩著魔鬼了 你不用擔心的 神用一個天線 拿了一條鏈 就廣住了撒旦 撒旦是魔鬼的 就是魔鬼 是所有蛇人的頭 一條鏈一個天線都可以 出去撒旦 所以我們就用恩典 去激勵人 看聖經 祈禱 借靠 借靠神 我們不疼你了 這些說話 實在我們聽過很多 但是神永遠都是愛我們的 用恩典是很大的推動 給大家一些時間 我們就去操練一下 我們一起祈禱先 在這一陣子 我們祈禱 大家站起來 去想一下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可以怎樣推動我們 我們就說神 我們真的很需要神的愛推動 不只是要做什麼 不只是律法推動 那是神的恩典推動 當我們口出這些恩典的說話 人們聽到都會覺得很甘甜 因為神就是這麼好的 但因為很多人會在律法 所以說的話都是很多律法 求主四面我們這種律法主義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都是 經常聽到說話 乖就有人疼了 不乖就沒有用了 這些說話都是要做什麼做什麼 但當我們有恩典推動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甘心樂意去做 我們都是跟從神的律法 不過我們是出於甘心和歡喜的心 享受神的心去為人討告 享受神的同在 享受神的祝福 在這樣的心態來服侍主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你的恩典實在教我們 求你幫我們每一個人都被你的愛激迷 被神的愛激迷 戀神的愛在這一陣子感動我們的心 主耶穌你的愛在這一陣子感動我們 但我們知道我們多麼寶貴 在這個眼中多麼寶貴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祈禱福主耶穌聖明 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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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耶穌 好 在這一陣子大家就可以兩個兩個 你就試一下用恩典的方法 鼓勵他某一方面 可能是以革神 親近神 看聖經 遵從神 用恩典來推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